今晚最後一節的一級錯誤方程式 剛才給了兩場推介大家 今節會再給另外兩場推介大家 先來第八場三萬千二米 馬膽都是加州 明晚的加州很厲害 美麗園加州都是高冬尼馬房長期的支持者 勇將、助瑜和這隻福星 三隻加州同一晚安排在跑馬地上陣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這個童主馬不是喜馬之餘 看看有沒有機會吃三寶 我自己就喜歡加州福星 不如看看他上一場怎麼跑 這隻大舊飯 其實初出那場跑完場田草 我打算他在谷草 會不會轉彎 論盡等等 為何又是一開閘給大家看 他的爺馬關鍵就是開閘那一刻 你看入面潘明輝那隻開心有你 這隻藍衣 五檔就是 戴指眼就是加州福星 這裏潘明輝看 看入看出 他自己貼了 加州福星 這裏跑了二百多米 不再鬆多幾步 這樣定了 你看回騎士潘明輝這隻手 定了 定住 那隻加州福星 一聲Thank you 真的麻煩 就貼了爛 那隻開心有你 都說過 跟馬跑就不是太好 後面那隻華德士 都可以看了 所謂異疊的第四位 現在這隻加州福星 就自己放頭 會走得很舒服 反過來 其他那些馬 就削弱了他們的實力 因為那隻開心有你 又不頂他 省了很多 那這隻馬 都是大舊飯 我們都有推介過 熱身之後 這隻馬的狀態就越跑越好 其實致勝關鍵就是 開心有你 你組斷被他很快埋了爛 他自己貼爛 第一次跑谷草 就可以克服所有的不理條件 贏得很輕鬆的 可以回來 那你自己看回這一場 其實真正的快馬真的不多 我看下去 鑽石巨匠十二檔 你組斷都要用得比較多力 其實如玉城寶貝十一檔 變相這隻加州福星 四檔都是相當好跑的 當然這次加6磅 是其中一個隱憂 但是本身一隻這麼當起的馬 希望高東來的馬 都可以打踏有好表現 因為今季的新勝馬 再出好像成績一般 是啊 始終都差一點 不過近期 國際賽始終聲勢都很浩大 看看國際賽之後 會不會一直那團火燒下去 好 再選擇玉城寶貝 這隻馬三班 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但他跑谷草千二米 性能都相當好 跑五次 全部都是二三四名 你看回上一場 毛顯東是怎樣跑 其實又沒有怎樣跑錯 紅眼罩這隻 因為外面十檔 白白地衣的首都拿來 那一場 跑到腳有事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令到玉城寶貝 組團有點搶口 你看回這裡 這裡 比下去沒有什麼 接著那隻首都拿來想卡過來 這裡卡過來 你卡卡一下 他不行 腳有事 然後 這裡玉城寶貝 沒有了遮擋 他要放進去 一放進去 你看回馬口 兩邊片 因為前面那隻 自由無敵放頭 放得不是很快 剛巧這隻 香港穩勝放頭 令到他終於舒服了 否則都不知道 鬥到什麼時候 安上人毛顯東 始終遇到這些馬 都是手臀腳振一點 其實沒錯 因為你也沒有遇到 有意外發生的 不過 其實這場 三碟那隻 俊明真波固然厲害 這隻馬 剛巧國際賽入跑場 二班都能入圍 沒錯 跑回沙田 他也可以 就算跑第三的馬功臣 也是這個路程的最佳指標 那隻又不是太厲害 但你看回兩隻馬的勝負距離 很短的 你等他過了終點 看看側鏡 很少的 那隻 證明真寶還要上二班 你繼續留在三班 當然我 很多人都覺得這隻馬 四班才夠 三班不夠 但是我覺得 今次這隻馬 又是換了潘頓執薑 薑城操控又好少少 剛才 可以回來 薑城操控好少少 然後 又不多快馬走 剛才數過加州福星 他和十二班那隻鑽石巨像會走 他有機會守回二碟的位置 當然你又算 用潘頓多多幾磅 但是薑城好 有時候 你要A就不可能有B 今次駁來駁去不行 就好像掃料器一樣 換個人試 看看會不會試出彩虹 配合他 再選10號的幸運輕龍 這隻馬 三班 夠的 問題是馬房的心意 是不是想攻 今季贏四班 但是再出 上去三班 跑了一個位置 跑完一個位置之後 你看看他前一場 那場怎樣跑 那場排了八檔 又不是很好的檔位 橙衣這隻 帶著一個 紫色的陽毛面固 前面有些什麼馬 前面有隻 財高白斗 接著旁邊有隻 風火勁區 在幸運輕龍旁邊的 沙漿幫 接著再看 這隻貼難省了 金滿載 華德士都在後面追 外檔還有一隻 衝得不錯 好逆線 後面好逆線再出 成績也不差 那你再看 他這裏 就 少少捱回來的 但是 我覺得這隻馬 轉彎轉得這麼闊 在三班就蝕不起 四班是夠的 好 可以回來 當然 你秤前面的財高白斗 就不用秤 但是 你不如拿回三四名 華德士 金滿載 和他差不多位 回來 這隻馬 你看見他這次的檔位 八檔 變成三檔 反而華德士 這次由內檔 變回七檔 此消比獎之下 我覺得這次的 是有機會反先的華德士 剛才說了這麼多 華德士都要選擇 不過 我自己打了幾個問號 為什麼呢 這隻馬 外地跑千六米 是表現好一點的 今季初出 剛才看完兩場 一場後追第二 一場 你看上一場怎樣跑 再看一次的影片 加州福星在前面 旁邊有隻開心有你 然後華德士 其實你早前看到柏寶已經很努力克服 這個檔位 就放在二碟的第四位 首位是沒錯 你看到直路 貼欄那隻很有無敵 你看柏寶打邊打下去 多狼 這裡有少許內閃 又要再分薑 打下去 最後是緊緊過到很有無敵 這裡再看 藍 藍 藍 真是 藍贏你這隻很有無敵 你這次的檔位 排七檔 剛才說過 幸運興隆的檔位是內宜 你自己就向外面 我一開始打算這隻馬會跑 今晚那場三一六五零 他一場又給了一隻精算博弈跑 另外一組又沒有報名 是不是真的覺得他千二米這麼有信心 我自己心目中打了一個問號 可以先回來 由萊幹慢凡的側身馬 升比较贏面高一些 可以回来 Simon到你了 我选了第七场三班1650米推介 这场的水准亦比起正常的水准差一点 即使今场的热门马大部分都是 在正常的场合只够跑皮 但没什么所谓 等如你抽到一只红芯七 好像很差一点 其他人手持着四五六 都是你额点的 所以整场马都一起称 不一定要有明星马才行 第七场三班六五零米 马胆方面 我选了近期表现一些好一点的10号剑烈锋 亦出自高东尼马房 但今次由蔡明啸又换了莫雷拉 正常会骑高一点 第一件事 我们来看看上一场表现如何 那我们来看看劍烈锋前一仗四班上名 这场上三班跑 其实到最后都挺有信心 戴眼罩红色帽 这只劍烈锋 前面有一只成理所缘 帖蓝有只晴翠 接着再出这只迎风进驱 这一场正宗的三班水准 他埋满飘骚 当然是硬朗 基本上二三页满地顶住 马转弯 少许位 末端一步一步揽上来 追不到前面那只 但顶住外面那只 红韵法材 就已经交足功课了 还有一只铁蓝 有一只粉红色衣服的翡翠福星 那一场好像 走势都不差 再外面还有一只白色衣服的勤得兼备 没错 基本上都是街坊 圍马一台打麻雀 这一场很多马 其实都对战过了 我们看这一场劍烈锋 跑第二 那时是蔡明啸 都赢了内侧那只翡翠福星 另外一只实力指标 就是那只鸿韵法材 他走到这里 都是过不了劍烈锋 在这里已经足够了 因为鸿韵法材再出是赢的 可以回来了 今次换人 档位 中规中矩 正常这场热门是他 我觉得是合理的 我亦都不靠颈了 只不过脚那里 我就动一动 六股筋想想其他 因为今场很多马 大家对战过了 只不过看赛资方面 我们就下点心思 看一看他 次选方面 我选一只冷一点 一号惯性共赢 这只马 今季在这个路程表现相当不错 已经是一辜 一个第二 前一场是赢的 我们先看看前一场是怎样 这场的对手也不差 这只惯性共赢 外面是剑烈蜂 再外面有一只鸿韵法材 然后鸿韵三是小米洲 亦都有今场主要对手之一的 美丽宝宝也在这场 惯性共赢这场是赢的 后面小米洲 红韵法材再出全部都赢了 美丽宝宝再出就有赢了 基本上大家看看 美丽宝宝没有什么机会威胁到他 威胁到他 只有红韵法材和小米洲 基本上以这一场的实力为称 基本上就 除了磅位之外 美丽宝宝其实没有什么条件 可以反显到惯性共赢的 是的 可以回来了 这只马 赢了这一场之后 加了绑 加了绑 再出 跑的名刺第九名 名刺这么差 会不会那只马 大幅跌渣 吃饱了 那我们先看看 究竟他的所谓第九名 究竟是 输头马多少 我们去一去片 不过其实这一场也挺奇怪的 投了三段比 哪一段时间呢 幻了一秒零多 这只惯性共赢 自己放在前面走 戴面枯这只 旁边曲丸风河 接着贴栏 有只 红韵精彩 刚才是有掌那组 有掌在外面 没错 都是大家老朋友 很多马在这里 都见惯见熟 外边 还有实力马 招多伏 基本上 这里 已经是一把线 掌握过来 他在跟前走 其实就不会抵得住 这批后上马 基本上 他的所谓第九 实际 都是输过半马 位左右 就算 你加了分 他有少少跌窝 但基本上 他跟那些红韵精彩 和瑞德福 基本上 都是差不多 同道 其次就是 形势上 他其实就 吃抵过那批后追马 即是 包括威利大大 因为威利大大 在入彎时 已经可以抵得住 他 他以跟前走的马 身份 要摆脱他 是很难的 可以回来 这个第九 其实 不离开 只不过 如果我们 掌握着名刺 告诉你 他输过半马 你根本 不说名刺 你根本想不到 他跑第九 证明 赢了之后 可能 都要少少适应期 即是 让他适应 这个马房 赢完的马 先不要这么快 埋脱他 始终都是今季 实力的保证 今次 十一档 是难跑的 上次也是排十档 不过 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个 斯蘭 不一定 档位 就赢了 既然影响小了 影响小了 他有十一档 如果赔率 有十多倍 让我们赢 其实 我觉得 这个马房 这只马 有根据 应该是赢得过 甚至用了 罗里亚 他和罗富泉 今季的合作成绩相当好 是的 没脱过前世名 你查一下 没错 何策瑶 换了罗里亚 即是 磅位加很少 但是 始终骑功 也是高一点 因为 如果你说最赚钱的骑士 即是 投注人 一定不会是莫雷拉 反而是 这些可能二线少少 大家忽略了的骑士 反而帮人赢钱 特别多 另外一个点 我见他上次隔了两个星期再跑 即是 刚才你说 万步速输一个多马位那一条 今次隔了四个星期 对他来说 可能休息期比较足够 没有拨得那么行 可能是好事来的 都是回一回气 始终这个马房 仰这些马 都是很出色的 即是 就算真好汗 输一场 然后再回来 又可以再回来 所以 都要值得顺耐 有赔率 只要半眼胆可以选择他 至于其他马 其他马 其实都不太可靠 大部分马 大家都对战过 我们选择一些 都是路程专家 有根有据 先选三号的翡翠福星 他这次排一档 不可能说他没有优势 上一场 输给程翠 劍聂锋 刚才我们也看了 他如何输 我们先看看他前一场的表现 飞翠福星 粉红三 现在在第五位位置 前面 中球新升 接着智云星 正在退 就是刚才加州在鱼 红韵发财那一组 没错 这一组 大家都见过 头马 实力相当不错 就是红韵发财 其次 亦都有加州在鱼 本身在这里追上来 差点 就可以追到那只 加州在鱼 就有披 基本上 表现 其实我觉得可以 可以回来 上一场 留得太厚 今次有一个一档 只要步速不是太慢 他发挥了自己应有的水准 这些路程专家 输不远 所以始终要兼顾 到最后 我估计今场 即是现本之一 就是2号的美丽宝宝 这些側身马 跑这个路程 一个批 基本上 有机会 入到位 但贏面 就不太压一 因为始终这只马 跑了三次 演出有少少波动 即是他不是 只能入位 尤其是前一场 他输给程翠 输给 红韵发财 勤得兼备 那一场 他跑第六 跑第五 就是翡翠福星 原本由赢翡翠福星 变成输翡翠福星 当然 背拖尾金贵表现 大家都 有少少问号 不过我有少少保留 对着美丽宝宝 就是你说的那一组 其实入到直路 那只马有少少片 一片了出去 那只马就失败了 今次用回潘顿 都是熟手的 这位骑士和这只马 真的闲着眼都会跑 当然 你称的东西很多 大摩的马 喂 跑到三十个赛日 他第八次出赛 就是平均三点几个赛日出一次 就是一个半星期跑一次 那么赶快 但是 这次用潘顿 我不舍得飞他 你飞了 我就没有飞 不是 分析是合理的 就是你加了潘顿 我自己觉得都是 骑高了 但是你赛赛上 你始终输过 比那一群马 就是 你成为大 如果他是大热门 应该也不会了 如果大热门 就会 不是那么合理 那 都是看赔率 如果太热 这些马 不敢看死他 但是就不会觉得 那么直拨 其他那些马 全部都赢过你 那 只是这个卖点 喂 赔率分多 两三倍 那我都会 我当然觉得这一组都挺均勢的 我有一只马看不透 星雲判官 这只马 为什么呢 上次跑泥地 就是前一场泥地近 上次跑泥地 千亿没问题 他埋门去试货田草 1,600米闸 接着跑1,200 但是那个1,600闸 后追 泥地那场 就不断追少少少 今次61分 忽然间跑谷草 1,650米 田太安滅何宅 我自己要再看一看 我觉得这只马 现在录影的时候还吊诡 94元 我不知道他想怎样 最近有几个骑士很旺的 李宝莉 何宅 梁家俊 潘顿 毛衍东 这个何宅 记不记得上个星期 什么喜盈盈 哇 拍烂手 这只我看不透 所以我反而觉得 这一场都挺均勢的 这场是军事的 因为始终 就算是劍聂峰 大热 我也是说了 他其实都是一只披士马 只不过 没有什么马可以准备到 就会更奇怪 至于声温判官 就减多一分落四班 等不等呢 很难说 不过留一手 没什么所谓 我想说 现在这十二只马 旅游手席 補了出来 因为迎风进区 退出了 你抹开一只 喜德福 三十一倍 开心健康二十三倍 你当它上三万不行 这十只马 最冷是迎风云 十九倍 大热门 劍聂峰 你抹开一只劍聂峰 美丽宝宝 六十六元次热门 其实规则很近 九只买六点六到十九倍之间 是离谱那么近 因为刚才也说了 街坊麻将 大家打 金场你吃虎 上场他吃虎 如果你计赛职 大家互有胜负 就算输那些 你又配搬潘顿 那会不会又骑高些 其实大家都很云巡 既然金云巡 那就赔到主导 我们买什么马 不过刚才 杨俊也说了 我还有一只心魔 在这里也要说一说 最冷的那只 就是刚才 暂时那九只最冷 就是凌峰云 我之前也说过 在沙田转来快活谷的马 级数是高些的 这只马 凌峰云在快活谷 基本上一里未跑过 你不能说他在输 近这几场 他今年一车 在沙田千岩成长 它也在输 跑过第三 刚遍的卡 方遍 去在第七 表面上就比较可能 但你又要考虑 头马也是 以耀其用兵 即是太夸张了 但那只马 你不要 یہ Jean Lam Liners 它自己本身的沖程其实不是那么长 快活谷和施懒 刚才也说了,有得盖、有得追 这只马银缩一段 由沙田转过来欺负别人的级数 随时有机会出到懒 如果陪了懒 你踢脚或者大胆一些 买一柱冷冰,其实也很值得 所以也要兼顾这只马银 看一看今场的推介 第七场,我的推介是1号的惯星共赢 2号的美大宝宝,3号的翡翠福星,10号的劍烈峰 如果冷脚,要兼顾一下刑峰云 好,可以回来 只是担心一点,刑峰云也要说些缘分 神操还带着呼吸仪器操 当然,其实它跑第三个铺之前也有带 但你又要猜一下气是否喘 如果它不喘,刑峰是不期的 因为刚才你说过 其实马房也有些部署 金刚仔就是拼不了,就试一下谷草 谷草大抽奖,这么巧被你抽到一个好档 便是公开的了 你不知道的 除了抽档位之外,抽对手 抽到这种这么弱 可能都是抽出来的 好了,今次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星期六再跟大家讲讲 星期日的赛事 很多抽出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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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